好,那么今天咱们的实用词汇呢 主要还是跟情绪相关的一些表达 那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情绪 我们可以用什么词来解释它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哎呀,看这个小朋友都飞起来了 这种感觉一定爽歪歪啊 那这种非常高兴的情绪 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接触到了 那么我们高兴快乐愉快 可以用这个词表达叫 De Freude De Freude 当然这里呢,是它的名词形式 那么平时我们要表达我很高兴 可以用到它的动词加反声的这种用法 就是 Zich Freude 这个其实我们也接触过了 Zich Freude über或者auf 这种搭配都是有的 表示的就是高兴或者期待什么 所以在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可以经常用这个 Zich Freude 比如,大家会经常听到德国人说 Es freut mich sehr 这种也是用的Freude 这个动词表示使高兴 那么如果我自己觉得自己很高兴 就是用反声的这种用法啦 所以高兴 大家记住名词叫De Freude 然后动词对应的搭配是 反声Zich Freude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情绪怎么表达呢 比如在这里 我们看这个小孩 捂住嘴 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那么害怕刚才我们说啦 对应名词的形式是 De Angst De Angst 那么如果我说我害怕 刚才也说啦 有一个固定的用法叫做 Angst happen Angst happen 比如, ich habe Angst 表示的就是 我好害怕呀现在 所以它是一个动兵的搭配 这样子来表示的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种形式也可以表示害怕 这里我们会用到另一个词叫 Schreck Schreck就是惊恐的意思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Einen Schreck bekommen 得到了一个惊恐 其实就表示 哎,我受到惊吓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Angst和Schreck 都有害怕惊恐慌张的这种意思 好,再往下这个图可能大家看得多了 如果你经常上网的话 抱走漫画里面 总是出现这个形象 对吧 这个一看就 哎,怎么搞的啊 就这种感觉 那么这种生气啊 烦闷啊 这种很不开心的情绪 我们管它叫做 De Woot 哎,Woot表示的就是 生气啊 气氛这种 那么表示我很生气 那么对应的有一个形容词叫 Wittent Wittent 那么Wittent是形容词 所以我们直接打sein就可以了 Ich bin Wittent 我简直气氛到家了 太受不了了 太生气了 好,那我们再看 还有一个词也可以表示生气 叫 Der Ärger Der Ärger 那么如果我们要用 Erger相应的表达 来表示生气呢 我们可以用到它的动词 也是反身的一个用法 叫 Dich Ärger 在这里 Der Ärger 表示的也是生气 那么它的一般用法呢 是可以后面加一个 Uber 然后再加惹你生气的那件事 所以 Der Ärger 就是对什么事表示气氛的意思 好,那下面我们再看 哇,这张默克尔不知道在干什么 是吧 这个小表情就是 绝了 对吧 这种感觉 好,这个呢 我们看 咧着嘴 一副不屑的样子 应该是对一个东西 表示极其的厌恶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 厌恶可以用这个词 Der Ärger 对吧 Der Ärger 那么表示的就是厌恶 恶心 讨厌什么东西 那么好 如果这块呢 我们对应的要说 哎呀 我觉得好恶心啊 好 看着这个东西就讨厌啊 这个时候可以用到了这个 它的对应的形容词形式 就是这个 Eggly 对吧 Eggly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到Finden这个动词 跟它一起搭配 因为Finden就是表示认为 那你觉得什么东西很恶心啊 很讨厌啊 很令人厌恶 就可以说 Advers Eggly Finden 这样子说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用它的动词形式 就是Eggen 这个 The Eggen 也是一个反声的用法 所以这一块呢 大家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习惯的一个方式表达就可以了 那么再往下我们看 还有什么样的情绪 这种非常悲伤 哀愁这种 那么悲伤呢 我们管它叫 Di Tau 啊 Di Tau 啊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这个对应的形容词表达叫 Tau Ich Ich bin Tau 我不高兴 我觉得很难过 很悲伤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Tau 或者还有一个动词的形式叫Tau 就是它对应的动词用法 都是可以的 那么最后呢 再介绍一个动词叫 Weinen Weinen就是哭泣的这个意思啦 所以一般悲伤的时候 伴有泪水嘛 这个时候哭泣我们就可以说 Weinen 好 那么除了这些经典的一些情感呢 我们看一下这里还给了一些补充 那我们看首先第一个这个 Glücklich 跟我来一起试一下 Glücklich 那么Glücklich表示的就是高兴的 开心的 叫做Glücklich 那么Tau 我们已经说过了 就是悲伤的 不太高兴的 难过的 叫Tau Glücklich 那么我们看后面这还有一个Tornig Tornig 表示的就是生气的 也是气愤愤怒的 叫Tornig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Angstvoll Angstvoll也是非常害怕的 因为voll我们知道有充满的意思 充满恐惧 所以就害怕的 叫Angstvoll 还有一个叫做Heslich Heslich 表示 它平时其实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表示 形容一个人长得很丑陋 可以说到Heslich 如果只品行的话 可以说非常卑鄙下流 这种也是Heslich 这种 那我们看还有什么一些情绪 或者一些感受 比如说 Ershtand 这个Ershtand 表示的是 哎呀 这种 这种就是惊喜的 这个吃惊的 叫做Ershtand 然后Müder 我们原来接触过就是累了 非常疲惫 叫Müder 再往下 Hochmütig 在这里Hochmütig 指的是高傲的 非常骄傲 自傲的这种叫Hochmütig 还有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叫Ershtand 这个Ershtand 表示的是这种嫉妒的 就是看别人眼红这种 叫做Ershtand 最后这个Bestürst Bestürst 叫惊愕的 就是错愕的这种情感 叫做Bestürst 所以这块呢 相应的一些形容词 大家也都可以积累一下 然后日后用起来呢 也会相应的 觉得自己的表达 会比较丰富一些 好 今天这一课的语法拓展环节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第二格的用法 其实刚才呢 在情景这个交际这个部分呢 大家已经接触到了一点 关于第二格的用法 其实我们说呢 第二格在德语当中呢 就是所属格的意思 也就是从意思上理解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什么的什么 其实它的作用 更像是一个定语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个第二格啊 在这里呢 一定要后置 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们说 A的B 那么A的 其实它是作为定语修饰的 但是它要用第二格的形式 放在B后面使用 那么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在德语当中呢 一个名词的格 是通过它前面 冠词的不同形式来确定的 那么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在第二格对应的定冠词 不定冠词 包括物主代词的一些 变格的形式 所以首先大家要先把 这个表格给它背下来 我们首先看一下 关于定冠词 定冠词对应的第二格 阳性中性阴性负数 分别是 this,this,der,der 而不定冠词呢 跟它相应的 都是对应关系的 变成了 eines,eines,eina 而我们说的物主呢 也是一样的 它这个词尾也是相互对应的 变成了 minus,minus,minus,minus 那么我们一点一点来看一下 第二格呢 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主要就在于 第一大家要记得 除了变这个冠词呢 它在位置上是 后置的一个定语的形式 第二呢 还有一个点 大家特别容易出错的 就是总是忘记这一点 一定要记住 在第二格的使用当中 我们说绝大多数阳性和中性名词 在第二格是 词尾是需要加s的 而如果这个名词本身是ssztztx 还有tzt这样子结尾的 或者它本身是单音节的名词 还需要加as 什么意思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首先第一个 那我们看了,首先Timmer这个名词是一个中性名词,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This Timmers,说明这里是第二格的用法。 那么我们根据上面的判断,判断Timmer这个名词应该是阳性的。 那么阳性的需要在词尾后面加上一个S,在这个名词后面加S, 记住,基本上所有的这些阳性和中性的名词在第二格的时候都需要加一个S。 但是还有一部分呢,是需要加AS的,这我们过会儿再说,我们先把这句看完哈。 首先Despinster,窗户,那整个这句话应该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第二格其实是作为定语,但是它后制了,但如果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 还是要把它移到前面去,所以应该是他的他才对。 那么翻译过来就应该是房间的窗户,这样子去翻译。 所以在这儿大家就理解了,首先你用的时候一定第二格要放在后面使用。 然后呢,还要判断一下,用作第二格的这个名词是不是阳性或者中性的名词? 阳性或者中性也就是冠词都要用Des的时候,别忘了在名词的词尾加一个S。 而阴性和复数就完全不需要有这点变化啊。 比如我们看Die Bücher der Lehrerin,那么在这里作为第二格使用的是Lehrerin,女老师,对吧? 那么女老师我们知道是一个阴性名词,那么我们把它放作这个第二格使用的时候, 我们看冠词对应的阴性第二格应该是Dare,它就完全不需要在名词后面加词尾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中性和阳性名词用作第二格的时候,需要在词尾加一个S。 其他的就是阴性和复数的时候,是不需要在名词上进行任何变化的。 大家只需要根据不同的词性把冠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了,同样的在这里,我们说第二格是放在后面的,那么翻译的时候还是应该是她的她。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呀?女老师的书,那么二格要放在这个被修饰的名词的后面,作为后制定语出现的。 这些呢,都是最为正常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说了,还有一些呢,是本身是S或者S'这些发斯啊,呲啊这些结尾的。 那么为了发音的方便呢,我们就要加一个A,这跟之前咱们说到这个动词的变位啊,或者二分词,其实都是一样的。 之所以会有加A这种形式出现,都是为了发音的方便,否则本身它就是发斯或者呲的音。 你再加一个S,在发音上是不好区分的。 所以我们加上AS,就是为了方便发音。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里,他说, 那么我们看这里作为第二格使用的第二格名词是man。man其实就属于单音节了,因为在这里只有一个原音的搭配,那么就是啊这个原因了。 所以man本身是单音节,那么单音节的记住了,也是要给他加一个AS的。 所以在这里,你把它改成这个第二格,就一定要记得是desmanus。 当然,这里我们说的这些发音和单音节的,需要加AS的还是说,这个名词必须得是阳性或者是中性的。 因为之前说了,阴性和负数是不需要加词尾的。 所以这个,你在判断第二格的词尾的时候,一定要先记住,需要加词尾的名词只限定在中性和阳性。 也就是说你先看第二格的名词,是中性了,是阳性了,再判断是加S还是加AS。 如果是阴性和负数是完全不会牵扯到名词需要加词尾这个事情的。 那么在这里呢,因为它是单音节,所以我加了AS,而且我们说了前提是因为慢是个阳性名词,所以才需要加。 然后又因为它单音节,所以我们加了AS。 所以在这里翻译过来应该是什么,那个男士的手机,对吧,还是二格放在后面。 那么下面这个也是,首先前面有一个固定的用法叫Indiania,Indiania意思在什么什么附近。 那在什么附近呢,在这里说了plats,plats它在这里肯定也是要加AS的,因为plats本身是阳性嘛。 第二我们说,无论是从音节上来讲,音节上本身它是一个单音节,对吧。 第二我们看从词尾上来讲,它又是tet,结尾的,所以plats这个名词后面必须加AS。 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是把它做成第二个desplats,也就是这个翻译过来,还是一样的,这个广场的附近,那么它还是作为一个定语修饰的,只不过它需要后置。 所以在这里再强调一下,第二格的用法呢,首先大家要把它对应的贯词形式记下来。 第二呢,大家就要判断一下了,如果呢,这个二格的名词是阳性或者中性,就需要加一个词尾。 正常情况下都是只加一个s就可以了,但是以这些音节结尾的,或者是单音节的阳性或者中性名词需要加as,那么阴性和负数是不需要加任何变化的。 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二格这一点比较麻烦,很多同学写作的时候总是忘记二格还需要在阳性和中性的时候添一个词尾。 在这里一定一定要记住啊,第二格名词阳性中性后面是要添加一个词尾的。 具体添什么,大家要自己再来判断一下是s还是as。 那么,大家这个可能还比较好理解哈,但是大家说物主代词不是本身就表所属吗? 为什么物主代词还有第二格呢? 当然有啦,你看一下下面这句话。 你发现了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首先,minor muta应该是我的妈妈,然后di shvester姐姐,minor tenta,我的姑啊,姨啊,婶啊,这些都算哈。 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们看,这里想说我母亲的这个姐妹哈,应该是我的,应该是叫姨吧,不好意思哈,我对这个就是亲戚关系中文的这个版本从来就没弄明白过。 好,那么在这里大家就发现了这句话其实是两层物主关系。 首先,我的妈妈,那我的是第一层物主关系。 我的妈妈,的姐姐,在这里是不是还有第二层的物主关系啊? 所以当你在物主关系的基础上再加一层物主关系的时候,你是不是就需要用到物主代词的第二格了呢? 所以在这里我们会说成di shvester,minor muta,在这里之所以用mine,是因为是我的妈妈,这是第一层物主。 而mine后面又加了na,用第二格,是因为是我妈妈,的,这是第二层物主关系。 所以物主代词也是有可能会出现第二格的,这就要看你在句子当中总共表达了几层的物主关系。 所以在这里这句话大家记得来,应该关于物主代词的第二格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那么在这里呢,我还要送大家一句话,大家来看一下。 在这里大家看到了,也是一个第二格的用法,inus,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么wunder呢,表示的是奇迹。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inus,windus,第二格肯定是用来修饰前面这个名词的。 那前面这个名词叫mirklichkeit,可能性。 前面又有一个固定用法,esgibt,是存在。 那么这句话应该是什么意思呀? 首先前面先是一个时间说明语,year didn't talk。 每一天,每一天都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奇迹的可能性。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每一天都有发生奇迹的可能。 这句话也送给大家,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学德语的时候会觉得好绝望啊, 怎么这么难啊,然后词这么难背啊,然后句子语法都好难。 但是你要坚持下去就相信总有一天会发生奇迹的。 那么得福的考试纵然难,但是你坚持下去肯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这句话不妨把它背下来作为你的座右铭吧。 小语法又是最后第4年ки语,那天会发生奇迹的。 再语法再语法2已经发生奇迹的。 再语法2 Raypro我 settled,再语法6号5号。 再语法1号5号5号5号7号6号5号, 再语法2号4号5号6号6号5号7号5号7号6号6号5号6号7号7号6号6号6号7号7号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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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7号7号6号。 感谢观看